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鴻昨天說有人開價一億換取他一票支持政改方案 他澄清金額純屬虛咎,當時對方說數夠他兩世用 行政長官梁振英質疑是否整件事都是虛咎,促請梁國鴻公開解釋和向廉政公署報案 黃曉瑩報導 其實有人跟我說給一億,他老闆想要一票就跟我談 事隔一日,梁國鴻澄清金額純屬虛求 我不用說一億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解釋給記者聽 如果我不說一億,你們就不會出的 他原話就是叫我給他一個回覆 是救我兩世用的 其實我現在說十億,因為他真的叫我自己說價錢出來 不過他強調情節熟實,過年後接觸他的人聲稱 自己是幫內地老闆做事,但不知道是誰 行政長官梁振英主動隔空回應梁國鴻的解釋 他捏造的,或者他說虛構的,是否只是金錢的數額 也就是說整件事都是虛構和捏造的呢 再加上他說他大概是二月已經收到所謂中間人 他提出一個這樣的條件 為何他當時不出來向社會交代 還有我認為他應該盡快去向聯署舉報這件事 他應該去報案的,這件事是嚴重的 因為是影響到香港市民對我們制度的信心 也都影響到香港在國際間的形象 民主黨主席劉慧欽希望梁國鴻一口言論謹慎些 如果不是真實的話就不要說 因為令到市民是誤導、很誤會 這個對現在的情況是一些好處都沒有的 泛民泛學會召集人梁家傑說 梁國鴻星期一召開記者會之前不會作出評論 有線電視記者黃小瑩報導